秋季生菜应该怎么种 又到了一年一度播种生菜的季节了 不过我先说的是北方地区 不是我们这边 那温度在30度左右的话 就可以开始去播种育苗了 那像我们这个南方地区 就是特别这几天 这个长三角地区 持续40多度的这个高温天 大家唯一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在家把空调开着 吃吃水果 看看奥运会比赛 为我们的中国队加油助威就可以了 那北方地区的小伙伴 如果说温度合适的话 想要种生菜应该怎么种呢 今天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时间 生菜它是一种不喜欢高温的蔬菜品种 你冷凉的气候更适合它的生长 那播种季节呢 可以选择就是比较凉爽的秋天 或者是春天 春天的话可以在2月份到4月份来种植 然后大概在5 6月份就可以采收 如果是这个秋天种植的话 8月的中下旬 就可以开始了9月10月就能够开始采收 那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不同的生菜品种它的特点不同嘛 那大家你要根据它的实际情况 来安排一下种植时间 第二个就是种植方法 这里比较关键 我分为4点来说啊 方便新手小伙伴去理解操作 第一个就是准备苗床 要把苗床给它翻根的平整 每平方手抓三四把克力有机肥价 一把高氮高甲的那个负荷肥去作为底肥 确保苗床的这个土壤啊 细碎平整 而且要营养丰富 打下一个结实的基础 才能够培育好的状苗 第二个就是要禁种催芽 把种子放到那个常温的清水当中 浸泡个三四个小时 禁种之后呢 再轻轻的给它搓洗一下 然后再捞出来 放到阴凉的环境下去催芽 等到大部分种子都出小芽了 那就可以开始播种了 不过这一步呢 大家也可以省略掉 例如我春天播种 我们家那款那个生菜种子的时候 其实就是直接拌着那个细土去撒播的 没有去催芽 那它的出苗情况和后期移栽啊 都是非常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春天播种生菜的视频 第三个就是播种育苗 播种前呢 你要先给苗床浇透水 生菜种子它比较小 大家可以搬细土去播种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播撒得更加均匀一点 播种之后呢 再覆盖一层细土 就是为生菜创造一个很良好的生长环境 当它又苗出土之后呢 你就要严格的控制温度 适当浇水 第四个就是定植方法了 生菜它的苗龄一般是在一个月左右 然后呢 你可以就是去移栽定植 要合理的定植 注意密度 一般的这个猪行就在20至25公分左右 当然你播种前呢 大家就一定要先整理一下 土壤伸翻细根 然后呢 再施入低肥 一般是一个平方 手抓三四把克力有机肥 再加一把高蛋高甲的复合肥 在生菜的整个生长期间 对水分的要求是比较大的 所以 大概定制一周后吧 左右就可以浇一次那个缓苗水 进行两次左右的中根除草工作 这样的话就更有利于生菜的生长 那种植方法说完了 接下来就说一说 它就是播种后的一个田间管理方法 就是你的日常浇水 追肥以及除草的工作 一般就是根据土壤的伤情 大概每隔5到7天左右浇一次水 底肥充足的前提下 你前期是可以不用追肥的 另外就是生菜它的病虫害 大家呢也可以注意一下 病害比较多的就是白粉病 双美病 虫害主要就是主要的啊 就是白粉湿 病害可以喷湿多菌磷来防治 虫害的话可以喷湿那个底柏虫 联本三虫胺来防治就可以了 好了关于秋天该怎么种生菜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希望每一位爱种菜的小伙伴 每一天都可以笑口敞开 拜拜